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身材魁梧之徒 但是七面中之谜这本书就有这样的一个凶手 他蒙蔽了所有人的双眼 在周围的人眼中他十分和善 是一个聪明正直的上流社会青年 殊不知接连发生的命案都是因他而起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这本书的名字 七面中之谜 表面上看 这是指大家为了叫醒一个贪睡的朋友而买的七支闹钟 代表着一个玩笑 实则不然 七面中还代表了一个特务组织 而正是这个特务组织 才让书中的人物接连受到伤害 这本书的作者阿尔沙·克里斯蒂 是英国女侦探小说家 剧作家 三大推理文学宗师之一 阿加沙·克里斯蒂小的时候 曾到巴黎学习声乐 但是文学的爱好 使他最终放弃了走歌唱家的道路 据吉尼斯世界纪录统计 他是人类史上最畅销的著书作家 而将所有形式的著作算入 只有圣经与威廉沙士比亚的著作的总销售量在他之上 其著作曾翻译成超过103种语言 总销量突破20亿本 他的代表作有《东方快车谋杀案》 《尼洛河谋杀案》等 阿加沙·克里斯蒂开创了侦探小说的《乡间别墅派》 也就是凶杀案发生在一个特定封闭的环境中 而凶手也是几个特定关系人之一 他始终以动机分析人性 为读者展现一个个特意怪诞的心理世界 深层皆是曲折摇曳的人性迷宫 《七面中之谜》也属于典型的乡野别墅派创作 是名怨猎凶的续习作品 好了 介绍完了这本书的基本情况和作者的概况 那么接下来 我就为你来详细的讲述书中的内容 这本书是以旁观者的角度 为大家展开了一个 在最后有巨大反转的推理故事 那么我们就从《七面中》这一组织的出现 确认揭晓这三个时间线具体分析 书中的内容和精华 第一个重点是 一群伙伴的玩笑引发了悲剧 倒在路上的人说出了关于《七面中》的遗言 第二个重点是 邦德尔确认了《七面中》这个组织的存在 并且设下了计谋 偷听到了他们的会议内容 第三个重点是 教堂里疑点重重的偷窃案 让大家迷惑不已 最后落网的凶手 更是让人瞠目结舌 好 首先我们来看的是第一个重点内容 一群伙伴的玩笑引发了悲剧 倒在路上的人说出了关于《七面中》的遗言 一群年轻的人在一位爵士家参加了聚会 在这里留宿了几天 这一天 吉米起来得很晚 惹得爵士夫人有点不快 爵士一家人可是把不准时 看作最不可饶恕的罪过 他们认为 他们所取得的成功 完全归功于早起 节俭和有规律的生活习惯 然而吉米并不是最后一个 韦德到吉米吃完了早饭 还没有下篮 吉米向其他的伙伴走去 他们讨论了每天都起来很晚的韦德 想要开个玩笑 明天七点就把韦德弄醒 听了爵士私人秘书的建议 他们决定用闹钟 吵醒韦德 但是很明显 一个闹钟对于韦德来说 是没有用的 所以他们决定每个人买一个闹钟 他们到商场选定了六个声音最大的闹钟 又帮夫人和秘书各买了一个 秘书手脚麻利的分了四次 将八个闹钟放进了韦德的卧室 韦德的呼吸声 渐渐的被八个闹钟的滴答声所掩盖 第二天 这些闹钟履行了他们的职责 连韦德隔壁的人都被惊醒了 可是到了十二点 韦德依然没有从卧室出来 他们围在一起讨论韦德 是真的没听见 还是不想让他们得逞 所以一直不出来 管家让下人去看了一眼 很快下人慌张的跑下来说 韦德死在了床上 罗尼作为韦德最好的朋友 不太能接受这个事实 他很后悔参加了这个失败的玩笑 医生后来确认了韦德的死因 是因为安眠药服用过量而死 他的床头就有安眠药和一杯水 罗尼认为这里有蹊跷 因为韦德的睡眠一向都很好 韦德有一个妹妹 作为他最好的朋友 罗尼担起了告诉他妹妹 这个不幸消息的责任 因为吉米和韦德的妹妹认识 罗尼就和吉米一起去了 从韦德家里出来 回到爵士家里的时候 罗尼和吉米见了韦德最后一面 在吉米转身离开的时候 不经意看到闹钟整整齐齐的 在卢弼架上摆成了一排 但是少了一只 只有七只 房东收回了房子 难免有所抱怨 谁都不会喜欢自己的房子里出过人命 房东的女儿邦德尔 却不在乎这些 他在意的是 为什么只剩七只闹钟 整整齐齐的摆在壁炉上 而还有一只被扔在了窗外 这让他百思不得其解 想要找到这个古怪事件的答案 他拉开了韦德 里面带出了一张信纸 这是韦德给他妹妹写的信 叫他忘记七面钟的事情 韦德当时应该是困得眼睛都睁不开了 信到这儿就断了 邦德尔静静地坐着思考 如果信上写的是真的话 那么韦德为什么要吃安眠药呢 邦德尔把信寄给了韦德的妹妹 还补充了几句备注说明 邦德尔从家里出发 想要去找聚会上的其他人问一下情况 他习惯于开快车系好 也从来没有出过什么事 但是这次一个男子毫无征兆地 从篱笆摇摇晃晃地冲上了公路 邦德尔猛打方向盘 向右冲去 虽然惊险 但是他可以确定 没有撞到那个男人 可是当他从后视镜 看到那个男人倒在地上 他立马下车跑去看那个男人 他以为自己的车头 还是把他刮倒了 他跪在那个人旁边 几乎可以确定 他马上就要死了 可是他在努力地说着什么 邦德尔赴耳听去 只听见气弱油丝的声音 断断续续地飘出 其面钟 告诉吉米 这几个字他就断气了 邦德尔强大起精神 将这个人扛到车上 将他送到了最近的诊所 医生检查后 告诉邦德尔他没有杀人 车根本没有碰到他 这个人是被枪杀的 邦德尔去警局 做完笔录就回家了 在回家的路上 邦德尔在回想死者的名字 罗尼 非常的耳熟 他忽然想起来 罗尼是当时聚会上的人 他们有过一面之缘 之后他想起了 罗尼和韦德 都在外交部工作 韦德的死 还有不小心吃了 过量的药的可能性 但是罗尼显然是被杀的 而且在两场命案当中 七面中这个词都出现了 好 那以上就是为你讲述的 第一个重点内容 短短几天内就发生了两起命案 这两起命案看似毫无关联 但是他们又疑点重重 一切都不像看起来的那么简单 说完了这个 咱们接下来要说的是第二个要点 邦德尔确认了七面中 这个组织的存在 并且偷听到了他们的会议内容 邦德尔跟父亲提到七面中的时候 他想起内阁部长 要在下周去教堂参加一个 政治性的聚会 而且他收到了一封来自 七面中的恐吓信 他还从父亲那儿得知 韦德和他妹妹并不是亲兄妹 邦德尔心事重重的回到卧室 规划接下来应该怎么做 首先他要找到吉米 告诉他罗尼的遗言 他还要找到韦德的妹妹 希望他可以提供一些 关于七面中的线索 邦德尔来到吉米家的时候 发现已经有一个女孩 在客厅里坐着了 通过对话 邦德尔得知他就是韦德的妹妹 邦德尔告诉他关于罗尼的事 他们觉得这两起命案都非常的蹊跷 这也是他们到这儿来找吉米的原因 他们刚谈到七面中 吉米就走了进来 邦德尔又将罗尼的事 对吉米重述了一遍 韦德的妹妹也看到了 他那封未写完的信件 他们已经确定 韦德是死于谋杀 罗尼的死就更不用说了 他们决定要将这件事情查清楚 根据推想 在战争发生的时候 韦德正是20岁 但是他并没有参军 而是去了德国 也许他是国家重要的特务人员 那么七面中这个组织是不是跟国际政治有关呢 邦德尔告诉他们 内阁部长要举行晚会 并且收到了来自七面中恐吓信的消息 他们觉得那天晚上会出事 邦德尔的朋友比尔是内阁部长的助手 吉米可以通过他的介绍参加下周的晚会 之后 邦德尔和比尔一起吃了晚餐 他从他这儿打探到了晚会参与人员的名单 之前租住的爵士也会去 吃晚饭结束之后 邦德尔去了七面中俱乐部 七面中的守卫 让邦德尔感到非常的面熟 走了一阵 他忽然想起 这是他们家以前的仆人 第二天 邦德尔打听了一下 他是上个月离开的 而家里新来的仆人的姓氏 明显是德国人 在韦德死前两周 他刚好来到了这栋别墅 邦德尔又从父亲这儿打听到了 钱租住的爵士是搞钢铁的 他立马开始分析 这次参加晚会的人 哪些是用来掩人耳目的 哪些是因为某些不为人知的原因 凑在一起的 已有的线索太少了 下午六点 他独自去了七面中俱乐部 对守卫进行威逼利诱 打开了俱乐部里面的一扇暗门 进门之后 他发现这个房间就像是一个会议室 这个房间不但隐秘 而且还做了隔音处理 他敢肯定 这就是秘密组织的聚会地点 今天早上 这里的老板才叫守卫打扫了这个房间 他才想今天会有会议举行 邦德尔让守卫 把这个房间里唯一可以藏身的避除清空 自己就藏了进去 并且在与眼睛齐平的地方 凿了一个小洞 让守卫把自己锁在里面 等这里没有人了 再打开锁 让他出来 他没有猜错 在凌晨六点左右 有人进来了 是俱乐部的老板 他看见老板从口袋中掏出一个面具 套在头上 画的是一面钟 时间指向了六点 接着又陆续来了四个人 听口音 他们都是来自于不同的国家 都戴着指向不同时间的面具 背对着邦德尔的是一个身穿漏肩衣的女人 她的右肩甲骨下方长有一颗痣 通过他们的会议内容 他得知 今天代表两点钟和七点钟的人没有出席 其中 戴着七点钟面具的人 从来没有出席过他们的会议 他们打算 在内阁部长的晚会上采取行动 也搞到了晚会参与客人的名单 之后 他们提到了一个发明 但说的并不详细 邦德尔没有听清 邦德尔回家之后 没多久 就出门与吉米见面 告诉了他昨天晚上 在俱乐部听到了一切 他们交换了信息 推测 这个秘密组织 想要在晚会盗取一项 钢铁方面专利的配方 但是在猜测 这个神秘组织成员的身份时 却是毫无头绪 终于 到了参加晚会的时间 吉米 以防万一 背了一把手枪 宴会上并没有发生什么奇怪的事 邦德尔眼间的发现 警司穿着仆人的衣服在这 是内阁部长请他来保护参加宴会的客人 吉米将所有的事情告诉给了比尔 比尔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动 告诉他们确实是有那个配方的 这次的晚会也确实是为了谈判 那么事情就变得简单了起来 他们只要留神 谁要偷配方就可以了 吉米提议他和比尔轮流职业 吉米上半夜 比尔下半夜 邦德尔去房间睡觉就可以了 邦德尔这样的女孩子 大概没有人会不喜欢 她漂亮热情 充满着对世界的好奇 对于朋友也非常的仗义 她孤身闯入神秘组织的胆识 就算是男孩也不一定能够做到 假小子一样的他 在阿加沙的笔下形象生动分明 就像是身边的朋友一样 好了 那以上就是本书的第二个重点内容 邦德尔更加肯定有七面中这个组织 他藏在他们的会议室 偷听到了会议内容 正如猜想的那样 他们会在晚会行动 好那接下来要为你说的是最后一个重点 教堂里疑点重重的偷窃案和最后落网的凶手 邦德尔对于守夜的事没有意义 是因为他有自己的想法 他觉得只是守夜的话还不够 他回到房间就换了方便行动的衣服 一到一点半 他就跨过窗台 灵巧的顺着长春藤爬了下去 他悄悄的从花坛走出来 准备去保存配方的人住的房间下面 在他走到第二个拐角 有人截住了他的去路 那是警司 邦德尔服从了他的命令 爬回了自己的房间 但要他袖手旁观 他可做不到 他看了眼时间 差十分钟两点 他小心翼翼的打开房门 轻轻的沿着走廊往前走 他好像听见了木板咯吱声 但是他觉得自己听错了 他走到监视少尉 发现吉米不在 他一头雾水 这时他听见了两点的钟声 就在他琢磨该怎么办的时候 他看见了保管配方的人的门把手 正在缓缓地转动 但是房门并没有打开 又缓缓地转了回去 他迅速原路返回 闯进了比尔的房间 急切地低声喊他起来 但是他没有得到回应 他打开灯 发现房间里没有人 继而他发现自己走错了房间 这是伯爵夫人的房间 可是伯爵夫人就去哪了呢 他百思不得其解释 夜晚的寂静被打破了 他冲出房间直奔发出声音的藏书室 门被锁了 但是他清楚地听见了打斗的声音 随后传出了两声枪响 韦德的妹妹也来到了这座教堂 在他接近露台时 忽然有个东西从听而降 他捡起它 看见有一个人顺着长春藤往下爬 他转身就跑 身后传来了打斗声 他跑得惊慌失措 在拐角碰到了警司 他们听见了两声枪响 便拔腿跑回露台 看见了吉米倒在窗边昏迷着 右臂中枪了 不多时吉米清醒了过来 据说他是先开枪的 因为那个家伙从他手里逃脱了 参加晚会的大人物 突然警觉了起来 跑上楼去 几分钟后他回来了 脸上一片惨白 嘴里念叨着 文件被偷走了 他的助手睡得死死的 应该是被下药了 警司将一个棕色纸包 从韦德妹妹的手中取下 递给施主 韦德的妹妹捡到的 正是那个重要的配方 又有人在院中捡到了一把手枪 警司将这把枪和吉米的枪 一起放好 转过身问起了韦德的妹妹 为什么会在这儿 原来他从一开始就是假意顺从 他早就打定了主意 也要来一探究竟 警司向吉米询问了一番 关于盗贼的长相 因为太暗了 他也没有看清楚 但是这里有一个疑点 盗贼为什么要把尺包扔下去 难道还有接应的人吗 警司环顾四周 目光停在了屏风上 他快步的走过去 看见伯爵夫人不省人事的全在地上 等到伯爵夫人醒过来之后 比尔十分关切的让他先别说话 等他好了之后 再慢慢的说 邦德问他 为什么不在他的房间里 他说是因为睡不着觉 所以下来找书看 有人鬼鬼祟祟的进来 他就躲了起来 子弹打在他的旁边 他就昏了过去 警司看了一下 那是飞过去的蛋壳 比尔扶着他上楼休息 邦德尔透过他薄薄的睡衣 看见了那颗痣 他是七面中的成员 邦德尔找机会叫住了警司 告诉了他 他在七点钟俱乐部的所见所闻 和他确定伯爵夫人 就是他在七点钟俱乐部 看见了那个女人 但是警司认为 一颗痣并不能说明什么 第二天 弹道分析出来了 吉米的手枪打中了窗外的树 而他胳膊上的伤 是被那个在院中发现的枪打的 枪上没有指纹 那个人戴了手套 警司早已经在壁炉里找到了 那个快被烧没了的手套 上面还有个牙印 这个时候 邦德尔的父亲催促他回家 说他们家的新仆人不见了 到现在大家都怀疑 这个仆人就是凶手了 韦德的妹妹住在了邦德尔家 过了两天 吉米打电话说 有紧急的事 让他们两个都到城里 直接去七点钟俱乐部 先把开门的支走 等他和比尔一到 就把他们放进去 并且不要让任何人知道 他们进城 邦德尔听完之后就照做了 他们到俱乐部门口后 吉米留比尔在车上把风 等进到那个秘密的会议室 再让韦德的妹妹叫比尔上来 可是韦德的妹妹去叫比尔回来后 说他好像死掉了 他们把比尔扛到了 屋子里楼下的小沙发上 他还有着脉搏 吉米认为是有人在这段时间 给他注射了什么 他把枪留给了他们 自己去找医生 韦德的妹妹 想起了他的包 落在了楼上 邦德尔去帮他拿 在拿到包的时候 被藏在门后的人给打晕了 等他醒来的时候 发现眼前一片漆黑 比尔正搂着他悲痛欲绝 他们被关在了一间密室 门还上了锁 有人打开了门是俱乐部的老板 他说要和邦德尔谈谈 他把他带进了一间小屋后 随后就出去了 过了一会儿他又进来 说有人希望他出席一次 七面钟的紧急会议 他又目睹了曾经窥视到的场景 不一样的是 这次七点钟来了 老板邀请他坐在两点钟的位置 他拒绝了 这是七点钟出声了 这声音邦德尔很熟悉 这个人就是景思 景思为他解释了 他们并不是犯罪团伙 两点钟本来是罗尼 一点钟本来是韦德 但是他们都为国捐躯了 一点钟的位置 由伯爵夫人代替了 比尔也是他们的成员 这段时间 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抓到一个危险的跨国窃贼 就是奇米 景思为他说明了整件事情 因为韦德已经知道奇米就是他们要抓的盗贼 奇米有所察觉 就往韦德睡前喝的酒中下了过量的安眠药 趁大家熟睡的时候 把杯子放在了他的床头 罗尼顺着韦德的线索查到了这个消息 而他们都是被韦德的妹妹给出卖的 罗尼和韦德都爱上了他 提醒过他远离奇米 但是他因为爱着奇米 愿意为他做所有的事情 罗尼死前是想告诉邦德尔 奇米杀死了他 但是邦德尔无法理解 接下来就发生了教堂的事情 奇米和韦德的妹妹是串通好的 奇米跨出窗台爬上去 取了配方 就扔给刚好赶到邦德的妹妹了 之后奇米假装有两个人打斗 用一把枪打伤自己丢出窗外 因为右臂受伤 只能用嘴脱下手套 也就是这个牙印证实了 他就是盗贼 而今天他是想杀比尔和邦德尔灭口的 比尔假装喝下了药 在邦德尔被打晕之后救了他 他早已经和奇米中的其他伙伴商议好了 就在暗室里面等待被救出去 最后邦德尔得知了所有的真相 加入了这个神秘的正义组织 全文到这也就结束了 在这呢 我们不得不感叹阿加莎天才的思维 在这部小说当中他打破了推理小说的一条定律 那就是在这本书当中 罪犯是以侦探视角出现的 在最后才完成反转 但之前铺设的细节使一切都合情合理 所有线索都是环环相扣 让人在得知真相之后大吃一惊 谁能够想到一项正直 为朋友的死打包不平的奇米是罪犯呢 好了呢 说到这儿 今天我们聊的内容就差不多了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 今天我们所说的要点 首先我们说到了 韦德死于一场闹剧中 这场闹剧由玩笑变为了悲剧 他最好的朋友每两天也被枪杀了 这两件事看似毫无联系 实际上他们以为七面中紧密的联系在了一起 韦德的死非常的蹊跷 他一定不是死于简单的不小心服用了过量的安眠药 其次我们说到了 邦德尔打探到了真的有七面中俱乐部这个地方 他偷偷藏在了暗示偷听到了神秘组织的整个会议内容 正如邦德尔他们所料 这个组织将会在之后的晚会中行动 目的是一份重要的配方 最后我们说到了 晚会结束的夜晚并不平静 吉米受伤了 但是好在配方并没有失窃 邦德尔受吉米的邀请再次来到七面中俱乐部 却被打晕 最终得知惊人的消息 原来吉米就是那个跨国盗贼 并且七面中并不是一个恐怖组织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总结 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 想要每天听本书 请搜索微信公众号 探书 探是探索的探 关注探书FM 我们不见不散 请搜索微信公众号